英王查尔斯三世六号即将正式加冕 这是英国70年来再次举行君主的加冕大典 许多国家的领袖政要也会出席 而英国的警政单位在这几个月来绷紧神经 把维安层级拉到最高 而且在加冕大典之后还有三天的庆祝活动 估计总共的花费将上看新台币100亿 通通由英国纳税人买单 英王查尔斯的加冕大典进入最后倒数 民间欢欣鼓舞 但伦敦警方不敢松陷 全面提升警戒 除了贺枪时代加强巡逻 白金汉宫跟举行加冕的西敏斯大教堂周边 更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 要确保一切维安滴水不漏 警方套漏出席英王加冕的各国领袖约100位 更有超过100万群众会涌入伦敦 政要初步动线跟民众人流管控等维安 经过好几个月的部署都大致敌定 依照英王加冕大典的流程规划 在典礼结束后 还将举行盛大晚宴跟三天的庆祝活动 总花费破台币100亿 其中维安预算就占了六成 通通由纳税人买单 引发英国反君主体制的团体不满 反君主体制的团体已经放话 要趁英王加冕全球瞩目之际 上街示威凸显他们的诉求 但伦敦警方也重申 绝不容许任何姿势捣乱 一定严格执法驱离 杨振平编译